今天我们先来听斯塔拉文斯基最著名的代表作《春之记》 在时尚之母湘奈尔的传记电影中 我们看到了20世纪这场空前绝后的无政府音乐会 那是在1913年5月29日 在巴黎的爱丽舍大剧院 那天巴黎30色时度热得反常 在音乐会开始半小时 灯火辉煌的剧院门口已经三五成队地聚集了各种人 有城中骚客 艺术精英 上流人士 时髦人 有戴高礼帽的绅士 穿长裙的贵族女人们 此时斯塔拉文斯基31岁 刚从俄罗斯来到巴黎不久 之前他有一个芭蕾舞剧《火鸟》非常成功 让他立刻成了红人 他那天晚上坐在靠近月池右侧 他长了一张睿智的马脸 面无表情 眼神单纯而高声 掩饰了他的不安 他天生具备一种方便混迹于上流社会的 那种漫不经心的优雅 音乐生开始了 台上开始表演春之季的舞蹈 舞者们穿着宽大的俄罗斯民间袍子 色彩明艳的像儿童积木 舞台上是一个一个哀伤的小丑 脸涂得很白 围成一圈纵声欢跳 像一群茫然矫健的小鹿 音乐中展开了一片神秘大地 土地与风中传颂着陌生的语言 忽然 节奏轰鸣 土地裂开 舞者在远古的预言中颤抖 一场谢玲玲的济世即将开始 这个巴黎习惯了微风水波和光影迷离的巴黎 立刻就被这里的粗野激怒了 这是什么音乐呢 这怎么听呢 真正叫人恐慌的是传统的聆听习惯丧失了 一开始台下有虚声 有人学猫叫 有人早就准备了哨子 还有人站起来大声指导 音乐应该如何如何流畅优美 这个时候斯特拉文斯基已经坐不住了 他站起来往后抬走 走到幕布边上 看到编舞驾尼金斯基正站在椅子上 给舞者数拍子 春之记里面的节拍非常复杂 出现了大量的复合节拍 变节拍和众音换位 所以舞者们几乎踩不准拍子 现场的哄闹了 也让大家已经听不见音乐了 斯特拉文斯基就站在 尼金斯基背后 扯住他的礼服那个燕尾 是把他万一激动起来 就冲到台上去了 此时台上是摒弃优美的现代舞 那个被选中的姑娘 用来春之记的那个姑娘 她站在舞台中心抽搐发抖 所有的舞者都形同僵尸 但台下已经闹翻了天 贺道财生演变成了艺术论战 激进的一方支持 贾吉列夫的芭蕾舞团的现代艺术突破 保守方认为这简直就是胡闹 再后来进一步演变成了阶级论战 楼上包厢里的贵族反应很强烈 呱躁大笑 楼下观看的市民们高喊 楼上16区的快滚啊 然后有人冲上包厢 纠扯绅士的领结 压扁高帽 此时舞团的总监 著名的贾吉列夫不得不开灯 让剧场竖镜下来 这个时候警察已经冲进了音乐厅 在斯特拉文斯基的回忆录里面 轻描淡写 也不无得意地提到了这场著名的剧院骚乱 他只是纳闷 在首演之前 舞团总监和指挥蒙特先生 已经邀请过城中的艺术精英 上流人士们都来观看过盛大的彩排 没有出现任何异常情况 可是巴黎的事情就像他的作品一样 独树一帜 小纵马陈宁说 上帝涉及巴黎人 是为了让外国人永远也不明白 法国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斯特拉文斯基并没有像传说中那样夺门而出 一人在香榭里大道上徘徊 贾基列夫也没有伤心地冲进布罗涅森林里面 大哭着朗诵普希金 这都是大家杜撰出来的 所有人在混战中把首演坚持到底 然后呢 一群人高高兴兴地下馆子去了 贾基列夫早就在20世纪初 就预感到了娱乐时代的铁血法则 他说 这正是我所求的 他知道剧院发生的一幕 会超过任何的广告效应 查阅5月29日那天的巴黎报纸 关于春之季的首演 乐评人普遍直质疑的保守态度 没有人叫骂 还有不少激进人士为他欢呼 著名歌剧作曲家普希尼 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这样评价道 他说 我去听了春之季 整个舞蹈滑稽可笑 音乐纯粹就是刺耳的噪音 但还是有些新鲜的东西 甚至有点天才 但放在一起就是疯子的作品 如今看来呢 春之季是一场成功的先锋音乐实验 他为新的作曲技术 找到了契合的表现载体 他的义无反顾 他的惊世骇俗的美妙 让任何评论都显得多余 在斯特拉文斯基的一生中 总是被不断问及春之季 他曾经留下言论无数 对话集有很多 我觉得一半在忽悠 一半在答太极 我觉得一个作曲家的语言 可能是不可信的 只有说到他自己的作品时 才能够表现出他的真挚 深邃和勇气 好像一个音乐家的一切美好 必然要留给他的天才之作 他自己说 春之季中 我既没有讲述童话故事 也没有表现人类的喜怒哀乐 而是试图寻求一种更宽广的概括 我试图表现大自然 自我更新的庄严 对环宇兼活力的恐慌 每个乐器都仿佛古树躯干上生长出来 都是奇妙无比的整体的一部分 整个乐团全体都应有春天诞生的意义 关于春之季 在当时掀起了一场艺术革命 并且我们至今都还在消化这场革命 所带来的后果 当年来参加春之季首演的 还有德彪西和拉威尔 作为作曲家 德彪西向斯特拉文斯基 投来了支援的目光 而拉威尔一语就道出了本质 他说春之季的创新之处 不在作曲法 不在配器法 也不在作品的技术手段 而在于音乐的本质 那么这音乐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看 春之季里面一共有14段音乐 分成对大地的崇拜和献祭两个部分 一开始就用了传统音乐中被忽视的乐器 比如说像巴松和双簧管 第一声是巴松吹来的神秘的低沉曲调 双簧管稀稀缩缩的配合着 伴奏迟迟不出现 人们习惯了上千年的音乐展开模式 被他全部摒弃了 没有人知道前方等待你的是什么 只有黑暗 黑暗中有风和火的气息 越深如燃烧的火把 照亮了岩洞里面的暗淡的壁画 里面有一种缓慢的寂静 第一部分就是对大地的崇拜 我觉得几乎都是在积蓄力量 好像张开耳朵在倾听蛮荒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探寻每一只脉动 骤然之间出现了狂暴的节奏 将恐惧的心跳粘延 好像大地的回声一样 在少女的集体舞和逃串游戏之后 春天的轮舞这一首里面 表现出了一种接近悲壮的春之礼赞 之后再次出现部落的游戏 带着欢乐的仪式感 恐惧在智者的行列 这首曲子里面逐渐累积 在两段曲调的剧烈对抗中 抵达了一个恐惧的深渊 第二部分 季线我觉得是一个整体释放的过程 前面积累这里开始释放 季线这一首曲子无比纯洁 轻盈的像一个经过剧 少女在神秘的圆圈舞这首曲子中 接受了神灵的挑选 此时气氛凝重 直到弦乐队的和弦重击 像天启一样 当选的少女惊恐的接受人群的赞美 然后开始她漫长的死亡读舞 这个时候乐队轰鸣思叫 音响阴霾 我们可以在里面 在音乐中听到千年前的恐惧 但如今听起来只觉得神秘狂野 觉得时间都消亡了 日月重现 土地和风中传送着生命和轮回的秘密 我觉得像春之记这个版本 演奏比较好的有布列兹的版本 它比较庄重 还有呢就是杜达梅尔的版本 如今拉丁美洲的指挥家杜达梅尔非常受关注 他是来自委内瑞拉的年轻指挥家 一出场就再现了当年刺激巴黎的那种放任 我觉得刚才拉威尔所说的本质的不同 也许就是来自于这样的音乐中没有礼仪和教化功能 它呈现了生命力 呈现了原始的生命力 它是直视恐惧和欲望等等生命弱点的 像一种自然哲学 我觉得他用音乐这个载体 一步就跨过了科学的认识观和方法论 立刻可以追溯到前科学时期的自然力 和巫术的那种语言 别维斯特劳斯在《野性的思维》里面这样写 他说 一切神圣的事物都应有其位置 在万年之前 他们就被证实 并将永远作为我们文明的基础 在这种基础文明中 对大地充满虔诚的信仰 本族和义族 信徒和祭司 圣与俗 生与死 在生不可测的感知世界里 焕发出静默而神奇的智慧 仿佛界限已经消除 人们能够聆听到自然的深处 能够与过去和未来交流 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遍 这个激动人性的春之记